有民众到台南旅游入住民宿 却发现房里不但有不少的小墙 甚至冷气也漏水 跟业者反应 对方指挥了不好意思 认为民宿开假 假日一晚要价将近3500元的房间 却是这样的品质相当的傻眼 虽然最后双方达成了和解 但市府也将前往稽查 镜头拉近一看两只小墙 一前一后停在沙发 一动也不动 这张沙发谁还敢坐 不只沙发小墙出没 连地板都有踪跡 甚至冷气也在漏水 水滴沿着出风口 滴到地板积了一小滩 民众到台南旅游入住这间民宿 他说假日房价一晚开价将近3500元 没想到品质竟是如此 直呼难怪国旅被叫盘子 国旅的住宿价钱都已经那么贵了 可是品质却没有提升的话 就会让人对国旅更没有信心 心情当然很差 因为我觉得不一定要住的东西 都用得很高级 但至少要干净 因为3500块应该 应该房间要干净是合理的 房间不干净 冷气还漏水 跟业者反应 当下得到的回复 只有一句不好意思 让人心情更差 虽然最后双方有达成和解 但市府还是药剂查 旅宿液环境干净是基本 如果连基本都做不到 打坏的不止旅游心情 也是业者名声 记者台南综合报导